字幕提供 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星期一 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昨天星期日早上雖然有些雨 但下午天色已經明朗不少 今早我們看出去時 雲量仍然比較多 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見到 其實華中地區相對比多的雲層 這些雲層是同一道低壓槽有關 沿岸地區的雲量相對比較少 雨的日間都可以見到一些陽光 大家要留意如果我們看回雷達圖 就可以見到 其實早上已經有一些趙雨 在廣東西部形成 我們預測今天稍後的時間 都有些趙雨會影響我們 所以大家出門口的時候 最好都是大傘 接著我們先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會大致多雲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而稍後會有幾陣的趙雨和雷暴 而最高的氣溫大概是29度 風方面就是吹和緩的偏東風 接下來的天氣可以看看一些預測模式 我們見到到今個星期的中後期 我們受到太平洋的光華石所影響 我們預計中國東南部的天色都是不錯的 所謂展望的方面 我們看看 我們預測明天會短暫時間 陽光也會有幾陣的趙雨 到隨後一兩天就會大致天晴 日間就是天氣炎熱的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 明天見